各位同學大家好,我是五老師 今天想介紹一本叫《脆學通識神奇植物》的圖書給大家 這本書是透過一問一答的方式 來滿足同學對植物的好奇心 這本書是用中英雙語來讚寫的 除了令同學對植物有更多的認識之外 還可以加強同學的語言能力 事不宜遲,我們現在就來看看書中的內容 書中有很多不同的主題都是圍繞著植物的 首先想問問大家 你們平時如果想知道其他小朋友的歲數 你會怎樣做? 嗯,相信不少的小朋友都會直接去問對方 你多少歲? 那樹呢? 樹有沒有年齡? 我們怎樣知道他多少歲? 樹是有年齡的 原來我們可以透過年倫 去計算樹木年齡 什麼叫做年倫? 原來當我們把這個樹幹 移圈橫舉開時 就會露出一個橫尺 Belle 現在就是一個個的橫 即是拍 Paste 現在的螢光幕裡面 如今如果這個樹幹的橫 有一個橫 就代表年齡便是一歲 兩個橫 即是兩歲 四个环即是四岁 六个环即是六岁 如此类推 书中的白猫 他想着拿个铁去铁开那棵树的树架 为了看他的年龙 那你觉得他做得对不对呢? 没错,一点都不对 因为我们很应该 外护大自然的一草一武 所以千万不要像白猫那样做 说起树木的年龄 同学你又知不知道 这个世界上最年老的树是多少岁? 原来根据现在科学家的验证 最老的一棵树 它是一种欧洲云插的树 它的年龄已经超过9500岁 它是位于瑞典 那最高的树呢? 最高的树 原来是位于这个美国加州的 红木国家公园 它的名叫做 海伯龙树 又名 海伯龙神 而它的高度呢 是高达115米 有指树的年龄更加有700至800年 树除了帮我们美化环境 和提供一个新鲜的空气给我们人类之外 同学你又知不知道 原来树也是我们生活中 有一种产品的主要材料 有没有同学猜到呢? 没错了 就是纸张了 在古时呢 其实我们的古人 已经会用到木材来制造纸 由于我们制造纸张的时候 很多时候都要缺乏到大量的树木 造成了这个生态的破坏 所以科学家找到一种新的材料去做纸 就是石头了 在图中里面 见不见到白猫很奇怪 黑猫干嘛在这里拾石头 做些什么呢? 原来黑猫就告诉白猫 做纸不一定是要用木材的 用石头也可以的 那究竟用石头去制造纸张的过程是怎样的呢? 而除了石头之外 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材料 可以用来制造纸张呢? 嗯 如果同学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去学校网页 最下面呢 你会见到有一个叫做 医阅读学校计划 那同学可以透过这个搜索上面 有关香港教育城的用户名称和密码 你登入了之后呢 那你就可以透过这个搜寻的方式 去找到这本刚才和你们介绍的神奇植物的这本书 这本书有很多关于一些植物的资料可以看到 那同学 你都快点进去医阅读学校计划里面 去找一下这本神奇植物的书啦 今天我的分享来到这里 各位同学拜拜 拜拜